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好了,我們今晚的講題就是 繼續我們過去幾輯的 關於外星人給我們的地球人的信息 我們的嘉賓呢,有Moon Fong和James G 他們兩位都是香港菲地學會的幹事 和Moon Fong是菲地學會的創辦人 在我們那個studio,李永康和我們 就會一起跟兩位嘉賓探討這方面的問題 好了,如果大家記得我們上次 James我們講及最近David Ike 如果你上網去查,他有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那David Ike最近有些新的信息給我們 那James也將這個資料播放給我們 那當然我們未必有機會看到 那我先麻煩一下 James先講一講 David Ike最近有些什麼新的說法呢 其實我上次發表這個資料 都不是新的 他是1998年 是interview 即是訪問在非洲有一個黑人的 那些sharman 你可以說是巫師 其實也不是巫師 他專門是負責 保存 非洲他們民族的歷史的人 這個人就是所謂的一個學者 這個學者就說 原來在非洲的歷史裏面 不同的部落在很多很多年前 正確來說幾年我都不知道 總之是起碼五千年到一萬年 原來那些所謂的蜥蜴蜴人 已經在非洲大陸 是很普遍的 四人都看到他們 他們影響了很多非洲人的思想 並且他們 即是跟非洲人說 他們就是個神 其中這個黑人說了一件事 我覺得頗有興趣 他就說 原來那些白人未去非洲之前 這些蜥蜴人 都已經出現在非洲的部落裏面 他們的裝束很古怪 第一他們很高很瘦 他們穿了一件黑袍 好像什麼呢 好像歐洲那些 那些蜴蜴 那些爭蜚 那樣的 那黑袍呢 又有個帽 尖的帽 那些帽 就蓋著了整身 那他們的臉 他就解釋 他就描寫 他說 如果你通常見不到他的臉 因為他的帽 就遮住 他說 如果你見到那時候 你發現他的臉 是白色的 白雪雪的 並且 他說這些人 他不是走路 他是跳的 那他一看到這一段 你知道我想起什麼呢 中國人說的 百無常 哦 OK 是 是吧 他說這些人 這些人 這些人 他們的胸口 全部都掛上十字架 並且 就跟這些非洲人說 首先 他們說 給這些非洲人聽 他們是神 並且告訴他們 將來 會有其他人 來 你們的地方 又揹著十字架 你們要好好 款待這些人 這些人 全部都是神的使者 所以 當那些白人 一去到非洲 那時候 那些葡萄牙 那些水手 每個人都很religious 很信天主教 每個人都有個十字架 那些非洲人 一看到 他們完全明白 是什麼回事 因為那些 Reptalians 以前 已經 對他們 對思想 已經教育了 所以他們 很尊敬 這些白人 善待他們 沒有殺他們 那些非洲人 他講這段 歷史 那時候 因為他自己 本身都是一個學者 他說他研究過 南美洲 是同樣發生 同樣的事 所以為什麼 南美洲 當那些白人 哥倫布 那些探險者 他們去到南美洲 那時候 那些南美洲土人 沒有殺他們 反而是 善待他們 就很可能 一樣 已經被這些 所謂alien 那些黑人 就是brainwash了 就是告訴他們 你一定要善待 這些人 那他 這個黑人 這個Sharman 他講了很多 其中有一段 是說他被這些 alien abduct了 abduct了 就是怎樣 放在operating table上面 又用手指插入他的腦 讓他流血 又抽出他的精子 說了很多 他亦說 他在operating table 躺在那時候 走來和他做手腳的人 全部都是 little gray 小灰人 眼大大 面尖尖 沒有鼻子 兩個洞 一般是看ET的電影 形容的樣子 好像也是這樣 是 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description 他講得很清晰 你看那個documentary 他講得非常清楚 整個過程 fascinating 我有的合帶很多年 我那時候還沒有催 有的合帶 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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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年前 1996年 1989年 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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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试试找到之后,我们会丢到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听众有机会可以自己卡上去再看看, 其实很长的,都整个几小时, 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 大家可以慢慢享受, 如果大家记得上两次, Moon开始跟我们讲, 其中一个外星之处地球人的当时给我们的资料, 有提及, 原来地球人, 外星人在不同的星球里面, 是混乏了十二支派, 十二类的人, 就放在地球上, 给我们重新发展, 重新去evolve, 我们知道在历史记载和圣经上, 都有讲十二支派的事件, 好了, 其实背下了很多很多东西, Moon就希望继续跟我们分享, 你们手上的资料, 好了, 我们可能重复一点点, 如果重复了, 就当是总结了, 上次讲的位, 就是George Adams C, 一个外星接触个案, 就是contact case, 是1946年, 第一次在1946年10月, 在加州发生的, 这个个案, 其实都算是在近代史里面, 除了Billy Meyer这个, 再后期一点, 才开始, 他变成出名了, 发生了两个案件, 差不多最早的同时, 但是, 阿丹斯基在, 变得他很出名, 甚至去到这个, 世界巡迷演讲, 那段时间, 是早期一点的, 是五几六几年, 上次讲到五二年, 第一次接触, 在阿里桑那, 加州一个沙漠, 叫Desert Center, 在那里, 看到飞碟, 不远处降落, 看到个金星人, Orthorn, 就下来, 和他戏剧性的, 回谈了一个小时, 临走, 在沙地上, 踩到个奇怪的脚印, 他们倒了石膏帽, 最后, 一位南非公, 很多人去拆解这个密码, 他们说是technical的, 那位南非工程师, 就是最接近拆解到这个, 叫做Buzzle Van Den Berg, B-A-S-I-L, the last name is B-E-R-G, 根据他的讯息, 和金星人的帮助之下, 发明了这个反重力的设备, 但是后来, 连同那个发明, 是离奇失踪了, 第二次的接触, 就是一年之后的五三年二月, 就在纳青基郊外一家旅馆, 当时, 就有三个外星人, 除了第一次的Othon, 金星人, 就有Turakon, 火星人, 以及Ramu, 土星人, 就请他进了飞船, 飞船飞了入母船, 跟他谈了很久, 还接触到一些智者, 即一些master, 说起他在母船, 最难忘的是, 他在母船里面的回客室, 客厅就看到四幅画挂在墙, 一幅就是金星的市郊, 一幅就是金星的城市, 一幅就是他们的外星的岛, 一个母船大到像岛那样, 一个星球, 而另一幅就是, 他们好像一个中性的, 难以言语, 这么漂亮的神像, 分不出男命女, 但充满智慧, 这个其实就是他们的无限生命的象征, 如果说宗教, 他们应该不是说宗教, 但是最接近就是这样了, 他怎样看他自己, 每一个外星人, 他想自己变成一个什么的境界人呢? 就是那幅画像, 就是他的目标了。 好了, 就上次就讲到这里了, 是不是? 他上去见到那些master, 一个外貌, 年约是接近40岁的外星智者, 就跟他讲了很多信息, 上次就讲到, 他曾经提到, 地球那么多种物种, 就不是我们的进化论, 是可以这样去解释跨物种的条约, 他说进化论, 你可以用在每一个物种里面, 一个局部解释, 每一个新的品种, 其实就是在上一层空间, 是想清想错, 然后将它显化到下一层空间, 就是我们这个物件空间, 那我们现在这一部分, 就约略讲一下, 他这一个个案的讯息, 然后我们到最后, 讲到他世界巡回那段, 比较地球历史的data, 上次也有提到月球, 是吗? 是, 这一部分我们都讲过了, 是, 金星的都市, 上次没有讲这一部分, 他说, 全部都是大小, 不同大, 不同小小的, 圆形的都市, 那些屋顶是闪着彩虹缸的建筑物, 圆形的建筑物, 在天空里面飞那些, 但是又像汽车的交通工具, 那样, 飞到, 你可以想象到, 好像一个地球的热带森林, 里面那些栋植物, 在那个大树底下, 这样飞那些轨道, 这样, 不断飞, 但是不会撞到大家, 嗯, 这个呢, 其实是我们现在看, 有些外星电影, 那些, 好像车的, 飞船, 有些直上, 直下, 那个抄, Adamski, 那些个案啊, 啊, 即是有些根据, 有些根据, 有些, 带快连议, 那好了, 讲到, 讲到他们对核子战争, 或者核武的那个看法, 其实是, 我们经常都说, 那些外星人讯息就是, 不要搞核子战争, 会炸烂地球, 那这个很笼统的讲法, 其实, 再特别一点, 可能下几个个个案, 每一个个案都差不多提到核子战争, 是, 即是核武, 每50年代的接触个案, 那可能陆续会有一个, 不同的面貌去讲, 累积下来, 我不想一次讲完, 那他在这个个案, 他就, 核子战争会破坏地球, 还有呢, 是将银河系, 是全体那个整体的均行状态, 是会因为我们一, 搞核战, 搞核爆, 而遭到, 他用那个字眼要是崩溃, 即是, 你会搞到整个solar system, 那个balance的状态, collapse, 因为崩溃亦又collapse, 在那个太阳系里面, 地球所占的是一个, 可能几亿个星球里面一个, 是不是, 我了解好像是这样, 那为什么会爆烂一个星球, 会这样影响他们, 这个就很特别, 他说是银河系, 银河系, 银河系, 没有九大行星, 银河系很大, 是的, 这个point, 是的, 为什么会这么大影响, 一粒一粒塵埃爆了, 有些个案就说, 我们的月亮, 其实就是人工的后期, 传过来给我们的, 之前我们有另两个月亮, 不知道去那边, 我们的星球再开些, 不是有个碎石带的, 银石带, 这个银石带, 其实是一个星球, 烂了, 变成一个银石带, 古经, 例如圣经都有讲的, 有一个星球是这样烂了, 而那个是最美的, 其中一个星球, 那他可能呢, 如果他说九大行星, 我就觉得他会, 以我很粗钱的科学理解, 很mix, 一千人理解, 是的, 很mix, 因为你有个星球烂了, 这些可以弄断, 这些可以弄断, 那你真是影响到全体的均行状态, 但是他讲到是银河系, 是的, 这个是挺难理解的, 是的, 因为他又不说是破坏, 他说是崩溃, 是的, 那这个我们保留, 是的, 是的, 我们先继续, 我们明天可以拿回这句, 来对证每一个个案, 究竟他为什么这样, 是否都要重复的呢? 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拥有高度的智慧,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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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也说, 有个块块, 当阿波罗号飞去月球的时候, 你挂的, 又不是联合国的国旗, 而是美国其中一个国家的国旗, 那么他这里是很讽刺我们, 他说, 啊, 你们啊, 走到, 就是送了飞船上去一个小小的月球, 在这个原本就不属于哪个的宇宙空间里面呢, 你们就想扩张一个, 芝麻那么大的地球势力范围, 其实都只是一粒芝麻的位置, 其实是很愚蠢的, 嗯, 但这个人, 这个地球人, 一向的作风, 是吧, 在美国那个西部开拓的时候, 就是这样, 拿着旗, 自己的旗, 插下去, 骑下斗筷, 是吧, 现在那个北京洋, 露了出来, 是啊, 水都没干, 还浸着一点点就已经插着了, 哈哈, 插旗很重要的, 知不知, 是一个宣示主权, 是啊, 是啊, 因为你插那支旗, 那个旗的一个圆周, 就是你, 就是属于那支旗代表的国家, 就是将来你, 当然了, 你这个国家没有实力, 所以没办法, 可以拿到地, 你插那支旗, 那个旗就已经是你的, 哈哈, 就是插旗这个动作很重要的, 是, OK,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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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 另外一个插旗那里, 插旗的动作是相当之重要的, 是宣示了他自己国家的主权, 最近, 是, 那些冰羊就, 那些冰走之后, 那些土地走出来, 那些土地走出来, 还没走, 还在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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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那现在不是的, 现在, 现在, Gwenland, 这个国家的, 冰上面已经佔了, 是吧, 下面那些土地也是, 不用再争了, 那在冰上插都可以了, 是吧, 总之, 没有人认定那块土地, 你插了那支旗, 那旗的沿舟, 我忘记了多少里, 就是属于那个旗的国家, 那旗的国家, 那里面, 那我就插, 是的, 即将来, 开会那里, 那里你可以说, 这是我的主权, 谁叫我呢, 那根本说的那个案子, 是在北冰洋, 北极, 苏联, 就派在潜水艇, 在海底插旗, 接着加拿大又说, 你插我, 我也插了, 不是在地面插, 是在地底插旗, 在海底插旗, 哦, 那我的水一路慢慢干, 那支旗, 自己自动升出来, 升旗了, 哈哈, OK, 好, 那这里已经看到了, 一向的, 国际间的, 的地域就是这样, 增测回来了, OK, 那支旗要长点, 高点, 快点凸出水面, 哈哈, 好了, 继续, 这个外星知者, 还有些什么跟我们说呢, 他们说, 他们每三个月呢, 这个金星上的母船, 他们只是住那个母船的, 他一世不离开的了, 但是他是可以用不同的形式的身体, 在不知多少里以内, 他们将自己project出去, 所以不是说没有自由的, 他用很多不同的存在的形式, 离开过我的船, 那么每三个月呢, 四分一这个母船上面的人呢, 就会走到其他星球游学的, 那么, 他还说, 这些, 在其他星球的外星人来说, 这些很平常事而已, 你们地球人以前, 没有你们支持, 我们都来过的了, 精济旅行, 你们是其中一站来的, 哈哈, 厚情厚情厚情, 但是他们说, 我们是尽可能就不干预地球的事物的, 就不会说, 但是, 但是, 我们是不干预, 但是我们是不断关注地球人, 那个, 各种的, 各种的, 各种的calling, 就是我们想, 想要有人帮啊, 我们想呼救些什么, 想求些什么呢, 那个心灵上的诉求呢, 他说, 只要我们是有足够的人, 是真诚地去求真, 那么, 他们一定会上来帮的, 但是, 他们帮的那种方法, 就不是在外在, 那些东西给你, 他只是教导你, 教育你, 在旁敲击给你工具你, 你自己要去做那样东西, 嗯, 那么, 他们现在都已经是, 有成, 他们已经train了, 接触了有成千的contacttees, 是准备好, 如果地球有些什么要改变, 有些什么要做呢, 这些contacttees已经是well trained, 去帮这个世界去做转变, 我都好几个, 差不多一年前, 我去澳洲, 去探访一位, 曾经接触过外星人, 那些故事, 在我这个电台里, 都聚述过的, 最后, 我认先这个老人家, 他又没有什么, 制造这些故事, 来到出名, 最后, 我问他, 到底他接触你的目的是怎样呢, 我记得他说过, 其实他是有些信息, 将来有些信息, 要经过他, 将这些信息带出来, 但到目前为止, 他已经挺老的, 他说过这些, 可能都几十年前的事, 暂时说, 都好像未有新的接触, 未有新的信息, 那你曾经所说, 就说, 有成千多人, 即是已经准备了, 到时到后, 就要经过他们, 将外星人的新的资讯, 就经过这千多人, 地球人, 再广泛, 全体出去, 但这千多个是说, 他说他们的 group, 做的 operation, 是预备了千多个, 是, 这个 group, 这组外星人, 还有其他组外星人, 还有其他组外星人, 一个个案里面这样说, 所以其实很多很多, 我在外国都接触到, 你去外国都接触到, 就算很多那些, 绑架个案abduction, 他们很多时候都说, 好像有几次的contact, 接触, 好像很高速地, 一大量的知识, 入到他的脑里面, 但是好像一个time release, 我们吃的那些伤风药, time release capsule, 中文叫什么, 限时发放的, 弱性, 弱效, 他们那些资讯, 是限时发放的, 所以很多时候, 政府那些原人, 知道这个人被批准了之后, 就想催眠, 催极, 他未够中放的那些, 都催极, 都催不出来, 去到某个位置, 他再regress, 再下来一点, 或者再regress, 再将来一点的东西, 去到某个年份, 过不了就是过不了的, 但很奇怪, 有时过了几年, 一排之后, 他最regress, 他催眠, 他就过了, 后来他们的事主者都说, 是, 说明是, 一早就告诉你, 未够中, 现在就有了, 是, 事前都是这样说, 而事后, 又是过了那些时间, 那些信息又出到来, 嗯, 那这个是, 绑架案, abduction, 但接触案里面都是, 他们就准备了很多人, 就, 准备定部署定, 是, 等个世界变的时候, 就, 救人去做事, 是, 那现在, 现在这些时间是, 是, 这个个案当然是, 嗯, 这个是, 第一次那时候是, 四六年, 但是, in general来说, Adamsky去到出名, 到后期, 做一个world tour, 世界巡回演讲, 就已经是1959年的事了, 是, 很多年前的事, 是, 我们讲一下他这个世界巡回, 好, 是, 是吧 訊息很相似 你帶領的訊息可以說是很膚淺的訊息 現在阿溫講的解釋了很多東西 不是比較深入的進化論 真正的進化論是怎樣 地球的過去的 可能阿溫的個案是比較深入的 其實他帶領那些還有一個很興奮的訊息 那些通靈的人 因為他們經常用磁和電來解釋很多東西 這根據我的研究是對的 是真的磁和電是宇宙一個很大的 force 而不是我們現在供應科學家說的東西 我們以前的科學都說磁力和電力 很多都是 他說在宇宙裏面是靠電和磁很多東西來推動的 這樣東西的可能性是很大 換句話說 那些媒體說的訊息 那些媒體說的訊息 in a way is correct too 也是 按照我的研究 都是對的 怎麼可以一邊拆下去呢 怎樣 它一定要似模似樣 似似地這樣才可以溢落的 對 你一開始已經不行了 就被人咬大個口了 OK 好 我們先休息幾下 萬真萬假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我們除了鞋子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這裡這裡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買了回去家裡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嗯 好了 我們很快回來 今晚我們繼續討論的題目 那剛才James說 就說到是哪裏 可不可以幫你繼續 對不起 沒有 我都不記得了 我們只顧著說 好 那阿Moon呢 其實我們都 大家跟介紹了很多很多資料 其實每個個案都有一些不同的訊息 比較仔細的訊息 就跟James剛才所報導 在大連這個大會的會議裡面 他們通靈的人所說的 是比較一般性的 老套一些的資料 所以我們就回來再聽阿Moon 繼續把他的資料跟大家再分享 繼續 剛才我們上一部分是講一個智者 一個Master Adamsky 在母船裏面遇到他 跟他交流 差不多是教他 比較靈性的訊息 但現在我轉頭說這一部分 就真的很實在 就是Adamsky的世界循環演講 在1959年 這裏全部都是熱烈烈的資料 來的 OK 他在這個循環演講裡面 他寫一些紀錄 就說其實很多的政府的頭頭 Heads of government 都跟Adamsky說 他們自己認 他們也是contactees來的 有些政府的頭 例如總統啊 葵商啊 他們自己是有外星人接觸過他們 他們自己是contactees來的 他有沒有講一些名字 他有沒有講一些哪個總統 什麼國家 我這裏搜集到 還未去到那麼盡 我找到我就會報上 他有沒有說美國總統 哪個邊任總統 有啊 這個當然 好了 我們從哪裏講起呢 講一下六三年五月這件事 六三年五月他就去到意大利 他就去見當時的教宗 Hope John二十世 就是約翰二十三世教宗 那見他的時候 他就 教宗是給了一個金章他的 Adamsky也給了一些東西教宗 那教宗就給了一個金章 那金章他說底下都有些字 他看不明白是什麼 可能都是外星子 嗯 但是一樣東西很離奇的 就是阿格這位約翰二十三世教宗 在六三年 這個 我照這個Data說 我自己未查過 是 是 如果錯的話 我知道 他見到他之後 而這三五日之後 這位教宗就死了 哦 正常地死 不是離奇地死 一定是正常的 是 嗯 在我們歷史上 再講教宗 哪位教宗 約翰二十三 這六三年 那時候是金賴迪總統 這六三年 那時候是金賴迪總統 那個反應呢 其實就是有人造假 就是買起一些人 就說搞抗議啊 什麼的 就 就 就 在瑞士 瑞士那次是這樣 但是在荷蘭 對不起 我這裡混合了 他在荷蘭那次 他們是被女王和太子 就是荷蘭的女王和太子 接見他們的 而且是交流得很深入 走的時候 Adamsky寫回那個紀錄 就是 他們 就是這兩位 貴族 不單是一個禮貌性的 跟他們聊天 而是真的很感動 是收到很多東西 覺得 他們 是深信這件事 而且是有原因 他們要接見 Adamsky OK 那到這裡了 那 除了去見荷蘭的 那 還有 他去到瑞士 蘇黎世 即是他巡迴 在歐洲這個巡迴 他當時是去到國會禮堂做演講的 你想想 今時今日有沒有UFO人 被邀請到國會禮堂呢 講一下國會 已經講幾十年都未去到 在美國那裡 說去國會做聽證 但是很不幸 就已經是 開始是被人少少折了 就 有一些搞事者 就 寫一些不好的流傳 就搞起了一些中學生 去去教抗議 那令到整件事 是那個Picture 浴宣了 嗯 即是抗議他邀請他在國會 聽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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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些中學生去示威 是 是 哈哈哈哈 那 講回剛才教宗 是 剛才這件事 我講錯了 是1963年 不要緊 上下這個年份 5月31日 他是在一班證人面前 被邀請進去聖比多大教堂 在一個秘密隧道進去 有45分鐘跟教宗會面 他就送了一個外星朋友 給他的禮物 交給教宗 教宗呢 回禮 就給了一個金幣 前一陣子 聽聞還是拍賣的 金幣上面那些字 是跟任何地球的語言都沒有 很特別的語言 還在那個幣上面寫著當日會面的時間 日期 這裏是兩天之後 教宗在兩天之後 就死了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這樣發生呢 教宗給金幣 當時很多人都懷疑 George 不單止他 是覺得他這個離奇的死亡 這個時間 是很值得懷疑的 到這裡 再來另一個 其實當年他是一個挺有地位的人 如果不是的話 他不會被女王接見 被教宗接見 今時今日的Contact T 真的不能說 當你怪人一個 沒有這件事 過了氣 這是第一陣 第一陣還有一些真一點 純真一點的 直覺一點的反應出來 地球人 他也是秘密會面過金賴迪總統 也是經過白宮的側門入 故事很有趣 他在側門入的時候 外星朋友當然知道 他的外星朋友 在側門入之前 就在等著他 給他一些東西 連外星朋友都知道 這個秘密的側門在哪 叫他將這件事 其實是一個書面的邀請 邀請金賴迪總統 登上其中一個母船 這個母船是泊在 Hot Spring 或是Palm Spring Hot Spring 即解熱泉 中壘泉 這個浮的其中一個秘密機場 這個所謂秘密機場 secret airport 可能是政府的那些 曾經有紀錄看過 今晚的狄總統 本來有一個很重要的約會 就是本來要飛去紐約 結果 就是cancel了 那段時間 當然不會寫他想飛船 但是Adamski 就說 那段時間其實 他就是 坐車去機場 用了幾個小時 有一個長潭 上了這個船 和船上的外星人 談了幾個小時 當然 就沒有請到他遊 Adamski說 沒有請到阿金賴迪總統去遊 像其他聯繫 帶你去遊遊 飛碟 上上空 繞個圈回來 就沒有跟他繞圈 只是上了船 和他聊天 就聊了幾個小時 密會了幾個小時 究竟聊什麼呢 Adamski 就沒有清楚說出來 可能他都不 他應該可能不說 因為中間 我想 其實他們都是想 總統 外星人會 他們 都是想問他們 你們想不想 和他合作呢 有什麼方面可以合作呢 可能真的 談不完 其實總統 那時候 上次說過 有一個個案 被所有其他部門的head 是集團不給他 即使他想上聯合國 有一個總統 想上聯合國 因為在這個層面 很多時候 我們都看 Dr. Steven Greer 那本書 《聚述》 這位是一個西醫 他很小時候 接觸過外星人 他是一個西醫 他是一個 Emergency specialist 這個經驗 令到他改變了他一生 本來是一個頑童 他爸爸媽媽是印第安人 混血兒 那個背景不太好 但因為這個外星人的接觸 令他感化了他 變成一個很乖的學生 判功讀 最後成為一個西醫 又生兒育女 是一間 在North Carolina 我忘記了一個名字 好像Greensboro 一個醫院裏做主管醫生 最後他都說 他都是時候 他要把這個資料放出去 他就成立一個 叫Disclosure Project 他就接觸了很多很多高層的人物 當你以他一個這樣的背景人 他可能都接觸到的 就像聯合國的秘書長 很多的政府的 甚至乎 好像Jimmy Carter 這類的總統 發現原來很多時候 總統都不知道 他都想去拿這些資料 其實他都被拒絕 他自然被拒絕 這個資料總統都拿不到 他本書我都看完之後 現在他很積極發掘 我們所謂叫做乾淨的免費能源 我們在我們的電台 曾經都幾次談及 其實地球的問題 我們經常想完 那些解決方法 都是五刀肉的 真正解決地球現時的很多問題 其實科技方面的免費能源 我認為是最終可以解決得到的 好了 不要再阻止 阿悟再繼續 他這個世界巡迷 講到這個位置都差不多 這個點是 這個是不再 不會再發生 跟外星人接觸到 而較為出名的地球人 是可以去到一個 好像很上流的社會 好像成為某種領袖 有某種的魅力 魅力就是權力 當你那麼厲害 可以在傳媒面前說話 已經是不再 現在隨便的 那些聯絡案 就很少去到一個 那麼多人去供應 令到他受歡迎的人 因為當時 Adamsky的受歡迎程度 是超越了宗教 黨派 甚至是各界 在世界各地很大受歡迎 當時除了見到 剛才我們說的重要人物 其實他有很多次 跟美軍 原子委員會 一個環球的組織 美國的上議院的議員 和聯合國的一些 VIP的代表 開一些秘密的會議 把那些訊息傳過去 看看他們有沒有人 會這麼例外 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但是整件事 陰謀論那部分 都不用再重複 重複多次說 每個個案都是這樣 Adamsky的個案都是 你會聽到後期 就流傳在網頁 或者一些會議 那些謠言 Adamsky 他賣漢堡包而已 他拍的照片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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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的 這些全部是 後期 Adamsky 整個世上都是很清貧的 他一直是要 抵抗這些所有的抹黑 想買起他的東西 不出版 他要對抗幾十年 去把這些信息散出去 所以其實可以置諸不利 所有這些contact key 點點點無力 假的 做假的 他們用的手法都千篇一律 比如說 Billy Meyer 這張照片 好像教科書出現過 你在恐龍時代 超如時空拍的 其實就是 正正就是他拍完之後 他們就把照片拿出來 somehow令他變成教科書的封面 他就可以這樣說 全部都是倒轉頭 罵他們 然後做了一些實驗 掉條繩子 看看可不可以拍到 像Billy Meyer那些照片的效果 實驗做的時候 被很多傳媒幕拍 拍到當然有條線 在做實驗 拍完之後 內文就不是這樣說 最後就會被打龍通的記者寫 對 那些Billy Meyer也有條線 全部都是這樣 可以自主不利 抹黑他們的那些 香港人 我自己都有這樣的經驗 傳媒抹黑人 是很普遍的 傳媒最重要是早點 早點消息 軍動一點的消息 或者跟一般人所想的 剛剛相反 所以很多傳媒都看到 傳媒是很流行的 有時候捧你一輪 然後踩你一輪 總之是做些新新聞 認識傳媒的真面貌 是我們通識教育裡 是一定要知道的 因為它影響我們 當日大部人 使得都很厲害 這是一個 我認為通識教育 一定要學的東西 各位有沒有想過 如果有金星人 為什麼我們檢查不到呢 其實有人這樣問我們 我們都說不到 是否檢查不到 什麼意思呢 就是見不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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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太陽系裡面 某些行星上面 都有高等生物 是 就算不說這句 他們宣稱有火星人 有金星人 有土星人 那問題就是 很多人就會問 為什麼我們上課的 science 又說沒有的 檢查不到的 那我有沒有檢查 第一件事 是否 有的 我看過一股市 他們的實驗 他說 其實我們去檢查 其他星球 有沒有外星人的方法 和儀器的實驗 是有點而提少街飛的 你認為你的探測器很厲害 那你檢查地球 那你檢查地球 那你彈東西上去 從上面檢查下來 檢查到 我簡化說一下 他就檢查三次 OK 同一個procedure做三次 第一次就說沒有人 地球 第二次就說 好像都是說沒有人 你當我很rough的這樣 因為我沒有rough到 exact detail 仔細 第三次就檢查到 可能有些 就是一個正式的實驗 那我現在有google earth google earth google earth 可以看到一個人在那裡 那這些科技 地球 這個可能是很多年前 這個實驗 可能是很多年前 就未必有這麼仔細的 是 是 但是那個人造位是 是在哪個高度呢 是 就是 我用一般人認識 google earth 如果你用了專業版的 哇 很厲害的 你只能看到 你在自己家的天台 擺動 還有車牌也看到的 所以我們的科技是足以 如果我們用在這類科技 我們是否可以去到 是的 我們的衛星是否可以去到 去到 金星那麼近 而可以去拍攝呢 拍攝後放出來的資料 還有其他的可能性 他們可能 不像我們地球人 住在地球 那樣四圍都是有人 知道嗎 他可能是一個基地 也不定 這些很難說 如果他是一個基地的話 他佔的面積很小 或者他住在一個太空船 拍攝在一個軌道 那你如果去看金星 你是看不到他的 但因為他在一個船裡面 那船是很大 好像整個小星球 他裡面什麼都有 他不需要落到金星 那他或者他都可能 叫自己做金星人都未定 其實有很多可能性 他現在不是真的住在金星 他說這個Octon 是住在一個金星母船 星球的金星母船 是的 在他連空是他常空 應該是這樣意思 是的 即是在一個軌道裡面 在金星軌道上 是的 那如果這麼大的母船 你應該認得到的 就算我們現在火星 到底有多少個衛星 他都數不完 是嗎 是嗎 但是他們自己說 包圍金星的雲層 是很厚的 因為這麼厚 所以可以阻擋到很多 破壞性的放射線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他們的壽命是可以 成千歲 但是如果雲層這麼厚 我們看地球的探測器 其實不是在他的雲層底下 我們在他的雲層的外面 這樣測 就未必穿得透 不是 地球有發射過探測器過去 去穿過雲層的 那個詳細情形 我就不記得了 不過我記得是有試過的 可能好像是失敗了 不記得了 即是入了雲層之後 不見了 就像這樣 是的 不是不見了 因為最後都聚毀了 但是無論如何 就算那個探測器 如果探測到有生命跡象 NASA都不會公佈了 明不明白 即是中間有很多很多原因 為何我們今時今日認為 是金星是沒有任 所以就 這些是靠古而已 沒有什麼其他的資料來源 除了NASA之外 為何地球上有很多其他國家 都是有這樣的探測衛星 都會有的 是嗎 沒有 只是美國和蘇聯 其他沒有一個國家有這樣的能力 做這樣的事情 是的 只是美國和蘇聯有發射過衛星去不同的星球 其他沒有人 完全沒有人 那現在中國 中國都送到太空人上去圍繞著月球 不是圍繞著地球 只是地球而已 只是地球而已 只是出來不到幾分鐘就回去了 那個太空船還是抄蘇聯的 只是蘇聯的綁制品來的 好 即是在科技上 我們都是依賴美國太空署 如果美國太空署不肯放這個訊息給我們 我們是看不到 美國和蘇聯 美國和蘇聯 那蘇聯和美國大家都敵對 這方面不會大家 不是啊 表面敵對 你看看尼高 我都說最新的資料 嚇死你 那些告密者說 原來美國和蘇聯是共同man 有一個秘密的太空基地 是由美國和蘇聯的太空人在裏面 最近聽過大家合作 在冷戰時期肯定不是吧 不是我們知道那個太空站 是一個秘密的 是很多年前他們已經在一起了 啊 很多年前 幾十年前 他們已經在合作 大家在表面 在冷戰期間 是啊 表面的就是 很多假象的 這個世界 是 那我也都最近在 Dr. Brian O'Leary 的家 他也都講及 他曾經在太空 在月球 哪個星球 好像Mars那裡 是嗎 拍到一些照片 好像一些 好像一些建築物 那樣子看起來好像一些人臉 那樣的 是啊 很久了 幾十年了 他知道 太空署的同事 他自己是以前的前太空人 他說有一個人想跟進的 但是 就是那個太空署 沒有不同的合作 但是他自己自己獨立 自己再去研究 那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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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麼遠來看 好像一個人臉 那樣子 其實沒有什麼意思的 整個人臉的建築物 不是建築物 是一個 文物 是一個好像金字塔 那樣的東西 是 是 很大的 上面看來 就像金字塔的建築物 是啊 然後在太空看下去 它是一個臉 叫做Face on Mars 是啊 是一個臉 是啊 是一個臉 是啊 我看到 我記得那幅照 它有像臉的樣子 我們陰影之下 好像臉 但是也是看到金字塔 是啊 附近也有很多金字塔 最出名的 這個UFO專家 叫做Richard Hoagland 是 你查他上網 Hogland H-O-G-L-A-N-D 他就是出了很多書 說這件事 就是抗議 可能是 Dr.Brown O'Leary 所說的 他認識的同事 應該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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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們說到那隻眼 就是人面癌 他正常分析 他有眼珠 放大口 微微的口型 裡面分析到有牙刃 這樣 那是沒有意思的 那你對 你一個星球上面 有個這樣的結束 看著太空 看著天空 這樣 造成這樣 那是給我們看 是給我們看 是給我們看 現在埃及的金字塔 都是 未必一定給我們看 但是就是給外面的人看 不可以說一定給我們看 他向著外面 就是給其他星球的人看 你可以這樣理解 因為我們的金字塔 有些個案都說 是特意起來給現在這個末世的地球人去看 去理解一些timeline 在說的prediction 的事情 OK 好了 我們要探索 和要理解的事情 實在太多了 那 今晚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就要暫時告一段落 那下一個星期下一節 就再和大家 在網上討論 OK 好 拜拜